在開始我們介紹ActivePlanter之前 先考驗大家一個問題 在這邊就是你進到第一個 第一題我們還沒有看 你把它點進去 因為我們要做影片 虛擬社員們錄下來也是影片 直播出去也是影片 這裡要考驗一下大家 就是YouTube大家都有看過 那麼你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好重點不在裡面內容在這裡 請問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畫質對不對 所以我不會考這個 我考的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的話數字越大 代表什麼品質越好 但是因為你要做影片 請問這個代表的是影片的什麼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您認為我會考另有引擎 好了之後請你選一個結果之後 按上面提交結果 這樣OK嗎 現在大家都已經回答完之後 我剛剛有把那個統計結果開放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重新整理一下頁面 才會看到 你可以按右手邊會有一個進度 就重整完之後有一個進度 那你點進去 你看 每個人有沒有回答 我這邊都看得到對不對 好但是打勾不代表 回答對喔 只是代表有交而已喔 好我們點這裡進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即時統計圖了 這是玩弄翻轉平台 翻轉學習平台的一個優點 好很顯然的 大家都認為老師前面講這麼多 應該有佈 佈下任何的那個陷阱 所以竟然這麼多人覺得老師這麼複雜 慘了你知道嗎 只有這些人可以回家 只有他們答對 剩下的都答錯了 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裡 其實剛剛各位看到這邊啊 這個 這個裡面 你所看到的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這個數字 這裡 請問有沒有比720再更高的 有吧 對不對 1080再上去還有吧 那你如果看到這個 240就是320x240 大概是DVD的品質 因為DVD是352x240 好那 VCD抱歉喔 更正一下 這個是一般我們在那個 比如說人家網路上 這個文章會砍入一些什麼 影片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個比較常見就是 640x360 然後這個呢 就是720x480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的DV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 VCD品質來的好嗎 那麼網上只要這個數字以後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個HD 這個是1280x720 再上去是1920x1080 當然你還可以再上去 最高有2K 再來4K 還有什麼 最新還有8K 只是說真的 在一般我們電腦裡面 假設你要錄製影片的話 目前電腦 比較方便處理 還是1920x1080 就算品質算很不錯的 你再上去 檔案就會越來越大 相對處理起來的時間會比較長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有個基本概念之後 再來看80Planter 你就會更有概念 所以這一題我先到這邊